那後來的話 我就跟我媽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說那 我要怎麼投 我媽說我幫你投就好啦 所以我蓋的時候 我的手還有點顫抖 你知道嗎 真的 那一次讓我 蓋完 我整個人出來 我覺得我 我手心都冒汗了 讓我覺得很認同 什麼話 她說她看不慣有一些人做出的決定 比她還要智障 嗨 大家好 我是台灣媳婦晉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今天呢 我想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種的柚子 這個 好重 這顆 對 今年 我們種的又是最大的一顆 今年收成沒有很多顆 之前收的都 沒辦法吃 因為收的不是季節 我們太早收了 這一顆的話呢 是這幾天才收 只有剩下 三顆 這是其中一顆 最大的一顆 最大的一顆 大家看 猜猜看 猜猜看 它有多重 啊 真的好大 嗨 大家好 我是晉晉 那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選舉 對 因為 因為 我有 拿到我的選票了 嗯 這幾天我已經有收到選票囉 今年選 選的比較多耶 有 你看 有市長 要選市長 議員 還有公投 還有那個里長 這些都要 今年都要投 然後 選票的話 我在 呃 台灣也投過幾次 有投過兩次了 這次應該是我第二次投票 那 欸 在大陸 我也有 拿到選票過喔 我們大陸的選票 跟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只是 一張 這麼大的 嗯 選什麼呢 就是選我們的 街道 選那個街道主任 對 因為我們都有那個社區嘛 社區那個管委會嘛 那他會有一個社區主任 那這個社區主任的話 就是 呃 幾年選一次 我記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那一年我 那時候我已經來台灣了 那 我在 我在 我在家鄉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這種選舉 是後來我已經嫁過來了 嗯 嫁過來幾年 然後有一年我媽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欸 他說我今天有領到你的選票喔 我 我第一次聽到我還 覺得很奇怪 我 選票 我說我有什麼選票 要選什麼 我都不曉得 他說就是我們這裡街道啊 選那個 街道主任啊 啊 所以每一家 每一戶 他都有發 今天有發那個選票 他是按什麼 就是按你的戶籍 對 因為那時候我的戶籍還在我 我家嘛 跟我爸爸媽媽在一起 那時候我還沒有台灣的身份證 所以我媽就說我 我也有選票 阿森我人不在那邊 那後來的話我就跟我媽說 欸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說那 我 我要怎麼投 我媽說我幫你投就好啦 我說蛤 這樣子你幫我投 我說我都不曉得有幾個候選人 那些候選人是怎樣的 還可以幫誰投 嗯 然後我媽就說 那只是一個過場啦 對 那只是一個過場 這是一種形式上的民主 對 所以在民主這一點我們 還是需要 還需要努力 對 還需要時間 因為就像台灣的民主 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台灣的民主呢 是有很多先烈 用他們的生命 用他們的熱血換來的 所以呢 才有今天的台灣 才有今天自由民主的台灣 所以我們要珍惜 我們手中的每一張選票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投票的時候 非常的緊張 真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投過 那一次我去投的話 我記得我投的時候啊 我在裡面 我蓋張你知道嗎 我在那邊訂了很久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蓋 我很怕我的那張票 不小心就變成廢票 所以我蓋的時候 我的手還有點顫抖 你知道嗎 真的 那一次讓我 蓋完 我整個人出來 我覺得我 我手心都冒汗了 太緊張了 因為我就想說 我的這一票 我神聖的這一票 第一次 一定要投給 我認為是對的人 那這一次呢 第二次投票 我就沒有這麼緊張了 所以投票那天我一定會去喔 我覺得今年喔 里長候選人裡面 真的有一些 很特別的 我現在舉兩個例子好了 一個就是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 就苗栗有一位候選人 他是有領那個輕度智障的手冊 但是他出來選里長 他一句話讓我覺得很認同 什麼話 他說他看不慣有一些人 做出的決定 比他還要智障 真的 還有他的政見 他的政見是寫到 智障當選 做事不智障 民主社會弱勢出頭天 真的 我覺得這個 首先他的勇氣我覺得 很棒 還有我覺得他至少他願意出來 展現他自己 而且 他是真的想要為 他們 服務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有些人出來我覺得他 可能只是為了這一份公職而已 把他當成一種工作 而不是真的想要為 李明服務 那這個 候選人他出來我覺得他真的 讓我 另眼相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這一個我就覺得他完全就是為了 趁熱度而已我覺得 就是有一個女的候選人 穿的比較清涼 然後真的那張照片非常的有誠意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那他的政見 那他的政見 那我覺得也是非常的 哈哈哈哈 甚至於說他對女性 我覺得他政見對女性來說真的 很棒喔 可是你知道嗎我覺得那是不太 不太現實的事情 他政見說什麼 嗯 如果 好夫妻 老公沒有旅行 該旅行的義務 那就要罰 就 好像是 三 愛馬仕包包一個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 不現實 首先愛馬仕 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 第二 也不是每個女生都需要 那我如果不需要 你罰愛馬仕對我來說 好像也沒什麼好處 對不對 好像我覺得直接罰款 比較實際一點 男生不旅行可以罰 那女生如果不旅行呢 對不對 你理 理名不光是男生 也有女生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要公平一點 不管男女 只要不旅行 都應該要罰 這樣才對 說得我好像自己要出來選一樣 呵呵呵 那這一次呢 我覺得我們理喔 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多人出來 選里長 已經很多屆了 每次都是 同樣一個人 那這一次呢 我決定 要選個不一樣的人 因為這 這麼多年好像 我們 我們理一直沒有什麼變化 真的 而且平時我也看不到里長 我理的好像有一年我們 嗯 不知道因為什麼事情 有去打電話去找里長幫忙 可是 嗯 他的回覆喔 就是非常冷淡就對了 所以我對他的印象 嗯 不是很好 他平時也沒什麼事會找他了 我覺得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嗯 爸爸你還記得是為什麼是嗎 我記得我們有找過里長一次 不太記得了 是不是 太久了 你有印象我們找過他對不對 對啊 不知道因為什麼問題 反正他就不太 不太理啊 對 不太理啊 對 不太理我們 不太理我們 那這一次呢 我有看到一個 嗯 感覺還不錯的 至少他的證件 是我覺得非常認可的 就是我們理竟然沒有活動中心 對 你看我們里那麼多人 那麼大 不可以 竟然連活動中心都沒有 不可以 那我們附近這裡的 其他里啊 都有活動中心 只有我們沒有 其實我里長也認識蠻多位的 有一位里長 讓我覺得他真的是 我所有的里長裡面 我見過的所有里長裡面 做的最棒的一個 就是那個安平 安平健平里的里長 真的很棒 他有做很多事情 包含他免費的幫那個 國中生 補那個 數理化 對 免費 只要是在他們里的 需要補的都可以去 然後他還針對很多 他們里的那種弱勢啊 他會定期的發放一些 米啊 什麼麵包啊 這些都有 就是只要里民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去找到他 他絕對都會出來幫忙 那他也去找了很多在地的那些商家 等於說大家一起出來 齁 對 每個人伸出一點援手 幫助這個里 那些弱勢的群體 讓我覺得真的 這是一個有在做事的里長 跟我們的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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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差很多 小米你今天很不乖喔 對不對 那今天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激情的朋友 記得要點讚喔 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聊 掰掰